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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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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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还有一组最高谷的一组石头 就是焊甲山 这应该是狮子林最早的一批甲山 这是最早的 对 对 这个好看 对 这个好看 这个柏树是宋朝的 我特别喜欢这个柏树 哇 这面太棒了 这块好 这块太好了 这块石头得到圆吧 他们的研究啊 有五块石都是到圆带的 全是神仙 你们都是神仙 哎呦 神仙 神仙 神仙动佛 哎呦 是林老师是吧 对啊 麻烦您等我们 不好意思 今天我们跟您来好好学习学习 我呢 是堆甲山的 根据石头的纹路 跟你画画一样的 要根据山水画的那个石头的水溪了 等一讲 那样顺着堆的 是这样的 所以立体感比较强 您的手艺是跟谁学的 父亲 林洪 对 哦 那他又是跟谁学的呢 他早来跟韩家的父亲学的那时候 到最后就林韩两家嘛 韩家是一个手法 我们一个手法 哦 韩家的手法和你们的手法有 不一样 它是横的 哦 横纹 横纹 你们呢 我们是树纹 就是挑这个石头 对 不管 石头就是你自己在堆的时候 自己要有概念 看了一大堆 自己要看 然后选了这个石头 翻个身再翻个身 因为一块石头六个面嘛 就看你哪个面 跟那个面记得起来 哦 就这个道理 第三主要是看 一个是天赋 还有一个要懂得山水画 这就完全是艺术品 像这个 你觉得这个横石加上这么个历石 这就是比较好的 这就一般不叫好 好的就叫有一点 它的水系是跟得通的 这样下来 什么叫水系呢 这种路纹呢 就是假如流水的话 就从这里 它能流得通 流得通 哦 你要考虑这个 对啊 我们做法就要考虑这个 不难道你感觉就是 哎 你就随便 小孩子大寂寞嘛 一滴滴滴滴 这样就都会 它这个山水画里面啊 对 就讲那个王石谷 对 画画的其中有一个秘诀 就要画龙脉 对 就山水12S线 对 S线 它叫龙脉 它的山水里面 都有这种龙脉 就贯穿过去的 嗯 那你觉得太湖石 是不是比别处的这个湖石 要更好呢 差不多 就是差不多啊 只要是石灰岩的 石灰岩的 现在现在的石头 都是广西的 广西的 对 广西的但有一点 广西的石头 比苏州 比安徽广德的呢 稍微嫩了一点 嫩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脆了一点 哦 石头的这个硬度 硬度 就脆了一点 颜色啊 颜色都有 都有黑的 都有白的 都一样 我们要选的就是灰白的 灰白的好 对 因为灰白的有一个好处呢 就是 老子保持这样 啊 这个颜色 一直保持这个颜色最好的 嗯 因为黑的呢 有一个缺点 特别呢 像我们这种 阴雨天下了雨 它乌黑乌黑的 它就是实际上是 黑瓦 白墙 对 灰石 灰石 黑白灰 最基本的 它掉性就有了 哦 这是 雅 啊 那比如说像这种石头 就它没有孔 对 但是它有这个形状 有咒 对 哦 这有咒 这个叫咒 咒跟那个油孔的拼在一起 跟人一样嘛 眼睛鼻子要有搭配的 啊 没有搭配到就不好看了嘛 您觉得石头还是有孔洞的最好看 对 但也不要太多太密 那像这个不算太多太密吗 不不不不 这个不算 就是这个是很细腻 我们要做的东西就要细腻 对 它里面现在是多口油的 小孩子特别喜欢 对 其实已经像迷宫一样了 对啊 前几年带着我孙女经常来跑的 哦 他最喜欢这里的山 哦 呃 为什么呢 就里面可以钻的洞多 对啊 如果你孙子以后会 再继承你的这个事业 不可能 哎呀 我觉得这很难看呢 要是一地乱石头 你就能看出来谁跟谁 对啊 所以谁跟谁 一边做一边看 一边做一边看 这个翻个身 这块上去正好 要这样算的呀 哦 要这样算 你不是讲你 哦 一对石头来了 脑子里一幅画就出来了 不可能的 要是 跟人是画山水画一样 下一笔的时候 一笔长一点 一笔短一点 还要弯一点 对 下一笔就上一笔 对 这样最后这个过程 这个 但是 我觉得比较难想的是 这个其中要可以钻呢 这个洞之间可以通啊 通的时候 这个需要设计吗 这个要设计 但只能画在头子上 有三洞 对 但具体放要靠 做石头的人 因为他挤步挤坏了 他就做不成了 嗯 是不是你在里面 先要规划出这么一条路 对 然后你围绕着这条路 在上面再叠石 对啊 它就成为一个洞了 它实际上是内外一起做 对啊 内外一起做的 它这个要不要考虑力学啊 有些东西它承重 能不能长期承受那么重 就是看你的基础好不好 它这有两种做法 这狮子林的做法呢 它是上面用那个石条 然后再包的 然后那个黄游山庄 就是像您这个说法 它是嵌在一起的 嵌在 不像咬合 黄游山庄 这个里面 这块就是石条 这个是石条 然后再用小石头包起来的 它是这样 外面再包起来的 那如果是您弄都也可以 不用石条 就直接 我现在做的一块石条都没有了 我们讲是花石条 就是洞眼多的 洞眼多的 它就是有意思的 没有洞 给它做出一个洞来 那这个洞是几个石头 拼起来的 对 都可以 那像我们看到那种 几丈高的 整块的太湖石 那天然有洞的 那不是更好吗 那是更好呀 那是难得 难得 贵 你就看这个园子 从这出来 对 它有时间 你走一个小小的园子 它驱离拐弯 它就在延长你的时间 是漫长的一个时间完成的过程 对 你脑子里 哪怕你坐在那看 你顺着这个路径走 它也是在脑子里面 意念在游 它是有空间去画时间 是吧 而且又是在一个 小的折叠结构里 它这样 这个心理学上面 就是它就复杂 您说中国人吧 比如说 假如这个院子本来就很小 按说呢 什么都不放 空间还大一些 对 但是它在墙角摆一个石头 实际从绝对空间上来说 还是减少了空间 对 但是它为什么还要搭这么一角呢 喜欢呀 石头活的呀 石头是活的 对 就是它 它感觉家里面有山林 对 就把山林引到家里来了 对 所以并不是说只有大火人家 对 才能有山林之乐 对 是吧 咱们走的不一样 你是上山 我们是下山 不是 你待会还得上来 对 站过去还得上 想象不到吧 它这个叠山就是让你走冤枉路 它就把时间延长了吧 越走冤枉路 你越开心 你看包括这底下 对吧 它就是 它这个是 你能就找到它可居吗 可油吗 对吧 假如一个人 你看它从这儿是可以穿行的 它是有一条脉络 跟它的整个的形式是能够相随的 是吧 这样就人家视觉看得就舒服 你看这个弄得就像一条狗一样 对 它本身石头就是像个狗 所以要看得就自然美就是美在这里 而不是硬做成一条狗 它看到正好 放在这里蛮好 那边看过 就我觉得这要不要考虑一个建筑上面那个力学的结构 比如说你像这么出来一块 你就是拿水泥沾上 它这个力学上 它后面是压住的 后面是压住的 对 只要压住一点 那整个风 看到没有 整个风都在压在这上 这个重力在这个 重心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就能把它这个头压住 它就不掉 这里上面站人都没事 对对对 还是有个杠杆的 对杠杆出用 你有没有像家里装修这个 弄到一半你发现不对了 拆了得重弄 我基本上进去就不可能了 你就是一次就能弄到最好 对啊 那如果说我肯定是正面看看 不好看 再换过 当时放的时候 我觉得自己要看好 因为我们做 特别是做这个水泥沾的时候 一个人指挥 两个人抬 一个人扶 抬在肩膀上 它能不能动的 所以有时候 他们那些人就是喜欢 放下去了 看看不行 叫他们再抬起来 人家的腰吃不下呀 对 对不对 对不对 所以他们喜欢跟我身边坐 不是我 在底下翻几个身 定了就定了 我在调查司机 这边捡石头 在15米 15米远嘛 就是这 这么大 这么圆的不留的一块石头 这么长 在那边去干嘛呢 挡一个水管 只会这样放下去 放下去 他们说 你能放下去吗 这么小 因为远看的那个 地方很小 地方很小 我说绝对放下去 然后放到一半的时候 我说你转个身 这样放下去 吊车司机 两人眼睛 对我 真的给你放下去了 刚刚好放进去 放下去 动都不动 很精确 对啊 对啊 我们做这个活 眼睛就是一把卷尺 眼睛就是卷尺 对 哎呦 你自己家里 不想摆一个小 小石头小井吗 不拔 不拔 做这个的 自己家里没有 专给服务人家的 不服务自己的 哎呦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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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贴在了那个院墙 实际那个院墙就是个界限 但是实际上它模拟的 不是说在园子里包围一个小山 一个小盆景 而是说呢 我希望你把我的园子 看作山的一部分 所以这座山呢 是更巨大的山的异余 对 还有一个 你看它那个 我们往往是足以这个山体 但实际上它这里有两个小景 一个是那个亭子后面 那个角落 它给人感觉 就是刚才说的 圆在山中 是吧 它感觉那边很大 然后包括这个 这个也很重要 对 这一块很重要 这块没有的话 这一块会比较突兀 对 小蹭陀 对一个蹭陀 它是一个呼应 对 压住它 这个作品啊 你就看 它真的像就是一个 一个完整的山水 完整的 它有风 风对吧 对 风对了它之后 它这边有一个松树 松树选择的势头 是两个在招呼应 跟它对话 对吧 跟它对话 所以它整个这种结构啊 是一种山水化的结构 那个我认为就是远景 对 对吧 所以它整个的节奏感是绘画的美学 这么转过来看 它的角度一直在变化 你看到这个地方 你觉不觉有这种电影感 你觉不觉有这种戏剧感 就像一个人 走过去了 对 它这个路啊 是真的路 对 它的宽度 你感觉这么让人有一种特别的真实感 似乎有一个 有一个老仙 或者有一个仙女 就这么走过去 从那个道上 从那个道的地平线上 向下就消失了 对 我觉得我们还应该从那个头 从问泉亭 你们跟我走一遭 应该从这里看 因为从这里看开始 你就是看见后面 一重又一重 剑刺升高 但是似乎呢 也没觉得多么险峻 这你看这就有一个影币一样 你在你在这看 好 这个面开始向你展开了吗 这个面从这儿 看这个湖岸 它是这样起伏的 那儿有一条路的尽头 然后这个时候你看到那个崖了 那个崖里边原来有一个洞 这个两崖之间 好像还有一条 这个这个较为宽阔的 祸口 是吧 然后你再看这个地方 你再看这个地方 哗啊 过来了 前面的矮崖上面一株松树 后面的一个高崖 就是剑刺升高 然后在这个高崖后面 你看还有一个棱一个棱的 这样的山峰和怪石 然后你在最近 你看到临水 你看这个面又向我们展开 它这个面面观 这个面 你看 这牙头 这儿有一个形式 所以我说它不是残缺 它是包罗万象 它是各种形式都兼备 你在看这儿 这儿又出现一个深鹤 那它一直在给你提供新的 新的这个这个惊奇 到这个地方 到这个地方 似乎是一个尾声 你看刚才像看了一个电影 这么一直转过来 到这儿这个尾声 你看 它消失在 感觉强厚 这个山继续延伸在强之外 你看 仍然还有余音 仍然还有余乐 多像一个交响曲 交响乐 这家伙多个声部 有故事 有节奏变化 有情节 对吧 有第一潮高潮 第一回婉转 我说 所以我说这个太丰富了 它把这个本来可以绵延 一百多公里的这个山脉 一下子给你急于一个小圆之内 你会觉得它简直是个无尽葬 你看不完的孔洞 小结构 曲线 棱角 是吧 圆的 方的 甚至山水之间的这个关系 你看不完它 那么是不是就有点像我们感到宇宙的那种惊异 你似乎觉得就让你的视线呢 无穷无尽的都看不进的这么一个 一个浓缩的这么一个地方啊 能够叠成这样一座山的 它不是世界上处处都有的 是这个地球上罕见的风景 所以你面对它 是不是也会有一种精神上的超越感 园林啊 它这个 它其实不完全只是为了改善居住环境 就中国园林诞生的这个原因啊 这根子里面的原因 它并不是说是为了享乐 享乐实际上是后人对它的一个误解 因为中国园林它本身啊 它施大夫它的一种 就是它是要隐居 而这个隐居呢 它实际上是用来对抗这个封建专制 这个集权的一种方式 但是我们不要把施大夫跟那个 统治阶层是对立的 他们实际上是一 实际上是同一个阶级 他是维护统治阶级的 但是呢 有的时候比方说 这个这个很开明 那么我们就合作 那我们就帮助大家一起敬伟天下 但如果说碰到专制的时候呢 那我怎么办呢 我就退隐 我就退隐 实际上是对对你的一种反抗 施大夫的性格呢 它是双重性格 它既有合作的一方面 它同时呢 它要时刻的说 我要我要保持我独立的一个人格 我不能完全跟你们 就是同流合污 那这个园宁呢 实际上它是一种中影 引到山林里面去大影 那么到唐宋以后开始呢 就是中影思想 逐渐成为一个主流 而园宁呢 它实际上是适应这个中影思想 而诞生的一种居住文化 所以你看这些园林的建造师们 就是第一代园主 通通基本上都是 政治上失忆了 然后退隐到老家 然后才开始经营这个园子 它其实都是跟这个背景是有关系的 就是它不在庙堂之高 它就处江湖之远 在山林当中找到自己的 它是找到一种山林跟城市的 一种中间状态 啊 这叫中影 你看这个云林食谱 宋代的 这讲太湖石 平江府太湖石 苏州原来叫平江啊 平江府太湖石 产洞庭水中 产在洞庭湖的水里 性坚而润 有嵌空穿眼 婉转显怪事 一种色白 一种色青而黑 一种微青 其至纹理纵横 笼络引起 于石面便多傲侃 盖因风浪 吹击而成 未知淡子窝 一个窝痕一个窝痕的啊 对 上面好多纹理 扣之 微有生 微微有生 踩人斜锤 暂入深水中 就是说这个踩的人呢 是在水里踩的 颇艰辛 渡其取桥取凿 冠以巨索 扶大舟 射木架 脚而出之 就潜到水里啊 看这块形状好 就凿 然后呢 拿那个粗绳子 上面是 这个大舟大船 用这个木架 这么把它搅上来 其间稍有谗言特事 则就家 眷 龙 取巧 赴沉水中 就发现他这个长得好啊 但还不是完全理想中的样子啊 就搅上来以后呢 早一早早一早 就动动 修制一下 修制一下 再沉到水里 经久 为风水冲刷 十里如生 就在水里再冲刷的几年 又自然了啊 此时最高有三五丈 低不欲十数尺 剑有尺鱼 唯以直立宣剑 装置甲山 或罗列园林广泻中 颇多伟观 宏伟的这个景观啊 先有小巧可置 几岸兼者 就是说那个时候 小巧的 置在几岸兼的 认为比较少 天快黑了 咱们再往前走吗 这这这 哎呦 小心啊 小心啊 这儿小心啊 哇 终于到了 赶快拍 赶快架机器 无人机 飞 哇 哎呀 我又来参拜 灌云峰 大哥 又见到你了 Iz装 河 在这里 我赶快预挨 一张 我来潜在这里 谢谢你 云 呀 快预 徐老师给你猫 看他梁上的猫 还有猫呢 跟徐老师相应 生辉 猫也是黑白猫 就在你的顶上 也是黑白 你说 你看跟徐类一个颜色 就是反的 反的 你说是 咱们这也算雅籍 刘元雅籍 是吗 刘老师 欢迎诸位来到我家 刘嘛 哎呦 真的是刘啊 他那个第二任主人 叫刘 刘树 对 刘树大师当家 这个刘元就谢英 这个后来留下这个 就谢这个元主人的名字 就这个 关于峰啊 三大名史 有的时候我们说四大名史 但是呢 这个关于峰都是在其中的 他因为他第一呢 他主要是因为他 他长 最高 最高 他不连底座的话 将近六五 再有一个是瑞云峰 还有一个就是玉玲龙 玉玲龙是在上海 上海 玉元 玉元 那四大名史呢 就还加上一个咒云峰 我们在杭州 西湖旁边 我看了 咒云峰是英史 而且咒云峰呢 它是比较最晚的一块 它是清代的 其他几块都是名以前的 这个刘老师啊 这个的传奇 这个珍宝是什么 以石头为主 我们为什么把这三块 瑞云峰 这个冠云峰和这个玉玲龙 叫成这个 江南三大名史 最重要的三块名史呢 第一 它是个独立舰体量大 就在那个时候 从开采运输到安装到安放 这个过程是极其复杂 这个当时宋徽宗为了满足 他的个人的这样一个赏 审美的需要 专门设立了一个这个钢官 这个叫朱冕 这个朱冕 他的权力有多大 因为他把持了整个江南的皇家公英 所以他可以以这个皇家的名义 把曹运都压下去 瞧取豪夺 瑞云峰是有记载的 它是小蟹谷山 大小蟹谷山 在苏州的西山 那么早期呢 它是靠近岛上的一个浅湾里面 一个裸路摔台湖石 它实际上是一个像个岛一样的 然后小蟹谷呢 是从那被踩下来以后 然后再运出去 然后现在那个蟹谷山啊 他们后来50年代60年代 就维护造田 所以那个本来在水底下的呢 现在变成了陆地了 就踩石的遗址啊 就是能看见 而且非常的明显 就是它有好多块 就是有石根啊 就他们不是把那个捡背吗 对 所以它要在地上凿 然后那个凿痕呢 历历在目 清晰可见 山上它也有这种 有洞的这种太湖石呢 怎么解释呢 是因为我们现在 这个这个沧海桑田呢 就以前在海底下的这个石头呢 现在到山上了 其实当时他们都在 都在湖底或者是在海底 这个赏石 这个石头造园呢 好像最早记载汉朝就有了 你看到唐朝 我们特别熟悉的 就是白居易 白居易 这个太湖石赋 你就可以知道 那个时候已经有非常成熟的 太湖石的审美 故宫的那个李唐的那个万赫松丰图 万赫松丰图画的 你说是山吗 其实你仔细看看 有点不太像山 像一块巨大的石头 所以也有传说说李唐那个万赫松丰图 画的就是更悦的一个什么 那个巨石 这块石头好多人都画过 画石头是反正是中国的一个绘画里面的 也是一个很大的主题 石头在模仿画 或者说是画也在模仿石 就是我说它是一个人的艺术品 那么多石头 那你为什么挑了这一块 那这个时候你一定是觉得它合你的心意 那这个就是等于是有人的参与了 就是你选择了它 那再加上我们比较熟悉的这个修制 其实我觉得我们所观察到的大部分 这个园林的利丰和赏识 包括医院赏识 以及很多这个暗图赏识 90%都有过人工的多多少少的修制 跟外国人可以说 这就是抽象雕塑 事实上啊 这个Rassenbroo是吧 对 罗森博 罗森博 他在中国搜集这个赏识 现在又被中国藏家就又买回来 西方人看来这是抽象雕塑 很多后来成名的这个观念艺术家呢 就受到日本禅宗的这个 约翰凯奇 约翰凯奇 一个人坐在钢琴那 说我演奏 但实际连弹都没弹 4分33秒 这个作品叫4分33秒 他就认为呢 这个跟禅宗观念的这个影响有关系 比如说一直到西方当代艺术里讲这个现成品 就是说拿一个自行车轮子 我不用画不用坐 一个现成品 我宣布 我只认 我追认 它是艺术 它就是艺术 咱们觉得这个是很西方的 是吧 很荒诞的观念 因为日本的禅宗 祖源就是中国的禅宗嘛 又是中国人呢 从大自然里采集 这等于也是某种现成品 实际上 我们作为中国文化 不能仅仅用抽象雕塑来理解这个石头 但我觉得作为对一个 有时候对朋友介绍 我说 我就会这么跟他讲 我说你看 你好比你可以看那个什么亨利摩尔的抽象雕塑 罗丹很多雕塑也是很粗糙 很怪里怪里 跟波浪一样 我说要是这个就是呢 如果这个我告诉你 这个就是罗丹的雕塑呢 你觉得好吗 我发现这么说呢 比较容易 哦是啊 我觉得中国的这种 比如说岸头的赏识啊 就是这个东西没有动过手 没有动过手意味着 它没有进行修制 是自然而然的一个东西 石头都是几万一年 形成的这么一个 是吧 一个物质 它没有什么明代的宋代的 它共同的一个特点 不是这是明代的 就是意味着 这个是明代文人 明代艺术家 明代文人 他们共同指认出的 一种时代风气 对 时代审美的一种 一种大数据 对 对吧 这是明代人的趣味 对了 这个 立峰 这个就是像宋代人的趣味 对 他就 他的时代就变得不一样 所以在这种满坑满谷的 这种石头里面 能挑选出一两件 自己满意的东西 所以我们尽量的去 不去动它 微微的啊 尽量不动它 是要原生态的 自然而然的那种东西 说明我们中国人的 审美是什么呢 它不是我们创造什么 我们去指认 它 是艺术 它就是点石成金 点画 点画 它就这个就是艺术了 这个慢慢的在那个时代 它就变成是一个标准 或者是一个风气的相互之间的影响 所以石头就变成是有年份的石头 就是因为早期的石头呢 它很多是独立的 就是它可能就在水里面捡在一块 很完整 面面都可以关 而后面 因为泰晤士刚才你也说了 从唐代开始大家都很追捧 所以它的资源 就一个岛上 很快就枯竭了 那这个时候大家就会发现 有些石头还可以 但是只有一面可观 而且它可能长在石根上面 所以呢就催生了一批石龙 去加工石头 而这个加工石头 它是有一定的城市的 比方说做这种月牙 双月牙 挖个洞啊 我们今天看那个石子林 就有一大批 好像是像兄弟一样 对吧 那个石头 就都是同一个时代的产物 DNA都是相似的 它气氧生动 当时据记载就是耿越 做出来的一部分之后 然后是宋慧忠是要放烟的 哦 烟欲增腾 烟欲增腾里面 形成一种迷幻的仙山的感觉 是可能是 因为他就是叫道君皇帝 对 他早期呢 他这个 这个胡志尚 胡锋啊 他一般是山峰 就海上仙山 最典型的就是 比方说我们城市山林啊 就是镇江的金山 然后北枯山 还有这个 交叉山 对对对 这三山 所以呢 这是中国的一个 相当于是有点 有点像图腾的意思 所以早期的原理里面啊 至时他一般都是三个峰 但他有主峰啊 嗯 然后有这个陪衬的 所以咱们也是那一日之轻浮 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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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到牛腹来只能够一杯清茶 哎呦 辛苦了 诸位啊 刘老师优惑 哎 但是对着他谈话 感觉太好了 哎 夜游 太好了 哎 拿着灯照照 夜游流源呢 哎呦 没事没事 我没摔倒 没摔倒 哇塞 太棒了 哇 像个神仙在拱手一样啊 二产这里面有流水流下来的痕迹 你看到吧 嗯 流水 它可能从这儿哗就下来了 你看到吧 从山从那儿 那水流下来 你看 对 你看 所以你这就是说这个气 这个水路 它都是贯通的 是吧 这气脉贯通 这好的石头啊 美丽的流源呢 流连忘返 哦 这儿 正是空源了 对 哎呀 终于使剑于名了 要把它弄成一样 你没病啊 却能凝换便给你 你怎么能终于是 你怎么终于是 你怎么终于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家境的时候就有这五座石头吗 对 因为而且它的这种制食方式 就是那个时代的一种方式 我们叫做逆风散制 当时流行的是做一座土山 土山里面以土居多 然后建杂一些石头 然后逆风是散在这中间 所以说中国的赏识 它也是模拟真山真水 对 它是仿庐山的吴老峰 所以立其五座 对 确实它们摆的确实是 这个确实是国王 是吧 主风 确实是主风 就是主风的范 两边确实是左石 对 真好看 真好看 侧面咱们看看 哎呀 你太帅了 没人比你帅啊 你瞧瞧 勾壑中通 洞洞相连 牛 太牛了 太牛了 你怎么这么深邃啊 又像龙 又像兽 又像蟒 又像云 又像树根 它就是可以像一切 又像波涛 你说是当时修制他们的 都是什么人呢 修制他们的人 第一个我觉得是石农 应该是很有经验的人 是吧 还是很有处理这个的经验 对 什么都得有能手 这个这个 老子里面有一句话呀 叫做 辅万物之自然 而不能为 就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这个万物啊 本身是自然的 但是就说这个圣人呢 叫辅万物之自然 你看他说是辅助的辅 辅助的辅 不能为是指的 这个什么意思啊 为就是做做 就是人按照我们的想法 想把它变成我们的一个意志的这个样子 比如说改造自然 对 就是你就要围了嘛 对对对 你就是做做的 过分的去 去用你的意思 去改造它 去改变它 但是老子这句话的意思说的 也不是说 完全就是那个原始 我们完全那个 不可以干预它 但是呢 你干预的这个幅度 是微妙 就是你是辅万物之 你是辅助它的自然 对 它的自然本来已经很妙了 对 但是呢 也许还有些和你的需要 和你的审美 有一点点差距 那你因它的形状 这个事情 本来就有向那个方向发展的趋势 推一下 你轻轻推一下 你省劲 非常省劲 但是它啪一下就如意了 对吧 它是老庄的 对 你有时候年轻的时候 你就觉得 它不符合我的想法 我就抗着它 你越抗 就是逆水行舟 实际上反映了一种 就是人工和天力之间的互相尊重 互相尊重 而不是互相否定的关系 对 它这个早 你看它不是说 我把它变成 早一个猴子在这 或者说一个青花在这 对吧 它凿的这个痕迹 它依然是魔法 它天然形成的这个痕迹 天然形成的 对 它觉得你这有个镂空 就比较有虚有实 就好看 它有个话叫什么 虽是人质 但是宛如天开 其实早原最高境界就是这个 就把很多力气花在你看不见的地方 那更难 那更难 低调很难 对 哎呀宝贝 太厉害了 你怎么这么美啊 西施都美你美啊 哦 这是我们摄像的头是吧 我以为他的脑袋也是个台湖师 第六老 哎 你看我就说江南元林志这个书特别好 把咱们前两天的那个 就狮子林上那个顶梁的那个平板的那个 全说清楚了 这个里面呢 这块就是十条 这个是十条 然后再用小石头包起来的 它是这样 外面再包起来的 是用桥石是吧 就是说张南元 还有 呃 哥玉良 对吧 张南元的 叠甲山的理念 是什么呢 就是他先弄个平港小板啊 呃 那个坡地 然后在上边呢 那个挫之以实 就是像棋子一样 摆在其间 然后呢 那个种上竹子 好像是棋风绝杖 呃 雷雷乎若墙外而人或见之也 就墙外的人也能若隐若现的 看见一些 就像是处在大山的山脚 就大山的山脚延伸到你的园林里了 然后呢 就节西 断谷 这是张南元 哥玉良 就是环袖山庄 哥玉良叠石 专能勾带大小石 如造环桥 就说这是叠山术的革命 山石堆叠之法 怎么堆叠呢 配搭用铁钩 它里边是铁钩 哦 有铁钩 铁钩 然后揭秘呢 用米浆和石灰 就是在哥玉良之前 但是到哥玉良呢 他就是用那个 那个糠啊 米糠的那个糠 和石灰 黄土 盐墨 把它盐成墨 再给它敲石了 然后呢 哥玉良常说 狮子林的石洞 结是用调石 结借一调石 哥玉良的观点 跟那个林师傅的观点是一样的 他说那个山洞啊 狮子林的山洞 顶上都用调石 不算名手 就不算高手 不是明代有个继承 写了本书叫原野吗 但是继承就说啊 就是合凑收顶之后 加调石 替之 叫千古不朽 其实是为了稳固 加调石 这个就是 吴老锋就是这样干的 对 就是说调石 互动 到明末 扔为准生 就是明末以前 其实这说明 狮子林那个调石啊 是明末以前的风格 调石是早一点 是吧 早 对了 然后呢 吴老锋也早 对对对 三十四十几 对就狮子林顶是平的 然后呢 就山洞的顶是平的 但是呢 到了戈玉良 他革命性了 到了戈玉良呢 戈玉良就是要把顶壁 也用太湖石连成一气 成为一个穹形 成为一个穹顶型 二者的目的 都是趋于血石 像那个张南元 就比他们更早的 张南元主张的那个墙外棋风 断骨树石 就是专重血液 好像是从院墙外面 能看在大山一角一样 是血液的 所以你看他说 所以说呢 狮子林 谨得其行 然后戈玉良呢 得其谷 而张南元呢 是得其神意 就是还是血液为上 所以后来张南元 他们这个儿子 都是后来被那个 请到北京去 对对对 北京很多的园子 都是他们做的 无锡纪上元 就是他的 他和他的侄子对的 那个黄石甲山 因为纪上元 他最大的特点就是说 他是那个择地 是山林之地 使用山为地 因为继承在讲 造园的时候 择地 最高的是 就是山林地 然后其次呢 是城市地 那我们看苏州园林 基本上都是城市地了 它山林地呢 有个什么好处呢 就是它可以借井 它可以把这个山的这个背景啊 接到园子里面 这样园子感觉就大了 第二个呢 就是它能够利用这个地叉 它有地叉嘛 就它就能够把那个山泉水 就引进来 所以它的水是流动的 苏州园林的水 它是平的嘛 流动它实际上是山脚下有个洞 它整个山体就太好似的 我觉得某种意义上而言呢 就是它有点像 我们昨天看了假山啊 或者看太后石 这山里面有洞 我们是人比山大 然后我看了个洞 今天我们装在洞里面去 我看它这个继承啊 它说写的 就什么叫真太湖 在它看来就是湖骨 才算真太湖 就是说就湖的骨头 石金湖骨 它说的是 你看在明清的时候 到处都叫太湖石 可是呢 它觉得太湖石分成水石和汉石 水石呢 就是真的是在水里面的 在湖底的 你看在明清的时候 它就说大量的太湖石 实际上都是从镇江啊 从哪儿那么弄过来的 另外还就是山上的 山上的这个汉石 它认为就是枯 干枯 就不润 像那个湖石啊 它是石灰岩 那在水里面冲刷的时候 比较松的和软的 它实际上消解掉了 留下来的是相当而是比较坚硬的 呃 待会在灵魂洞 你会这个意识会更强烈 它就像是湖谱 你知道宋徽宗的时候啊 怎么运这个太湖石吗 因为太湖石动不动就挤杖高 对一杖高 对 那他那个时候那个江南收集这个呃 太湖石运到开封吗 嗯 运到汴京 嗯 碰了怎么办 绝了我跟你说啊 嗯 他是踩到一块太巨大太湖石之后 先用胶泥 嗯 胶泥把这个所有的动作 堵起来 堵起来啊 堵起来之后呢 外面在裹上那个土啊 外面在裹上泥啊 全等于包成一个大圆弹 巨大的 然后放在太阳下晒 结一个干壳 对 等于说就包起来了 然后再用那个大木为车 用那个大木头做一个车 把它放在上面 再放到船上 运到那个汴京以后呢 放在池子里泡 把这个泥土啊 沙土全部泡空了 再掏出来 对 你像他这个 应该是做皮蛋的方式 做皮蛋 做一皮蛋 这方法一定是高 有人想的 就是好看的石头 其他的这个民族文明 他也有 我觉得我们对石头的好看啊 发展出来一个 庞大的一个审美系统 而是上千年的这种鉴赏 选择 形成了一整套的水美标准 对吧 而且给它分类 对 分成了这个等等级 比如灵弊 是吧 也是地级 鹰石 昆山石 就分门别类的 就是太湖石 哎呦 你看那个云林石谱上 那恨不得一百多种 他就把各地的石头的特点 美在什么地方 一流的 二流的 有什么特征 就这个全世界只有中国有这种赏识文化 我们你看讲什么呢 这个形 它的形怎么样 对吧 然后呢 这个色 它的颜色色泽 皮壳包浆 对吧 然后声 敲起来 嗯 是 什么声音啊 还有这个韵 就它是什么 一个韵味 嗯 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触觉 啊对 还有触 因为 其实包浆 你看它为什么会形成包浆 是因为人经常去抚摸 玉的美感啊 除了视觉以外 我觉得触觉是一个很重要的 你看玉 就把玩嘛 对 盘它 是吧 它能够跟人亲近 当成 朋友 当成一个人 你比如像米福 就是拜师师兄 对吧 嗯 就你昨天讲到一个理论啊 讲那个 是应该是一个奥地利的心理学家说的吧 我们是把很多信息 集图在老海中间 然后再形成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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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完整的画面 嗯 比方说有一朵云这样飘过来 那有的时候我们觉得 哎 这个云很像个骆驼 我觉得看来像 然后喊你来看 你看像不像骆驼 然后你觉得 哎呀 我觉得像一匹马 那其实我们看它是同一片云 那其实人的心理上 其实我们是有一种 在容易在一团混沌里面 或有一团无秩序里面 寻找秩序 对 这就是老子说的 恍兮呼吸 其中有像 其中有像 其像甚真 所以呢 它就像是一个世界真相的一个隐喻 你看世界的真相是什么 是一个人眼里一个真相 那么如果没有我们人 它原初的 它最本源的 它是什么呢 它就像是一个云 一个或者说一个混沌 但是呢 我们的局限就是我们的世界 或者说我们的视角就是我们的世界 你爱骑马 在你眼里这团云就是马 我爱骑骆驼 在我眼里它就是骆驼 对吧 那可能这个厨师觉得它就是个萝卜 你看 你看吧 对 那到底哪 那我们眼里 谁的世界 是真的 白居易就专门为那个 唐墨的那个牛 牛僧儒嘛 牛李党征嘛 就牛僧儒号太湖石 然后他就说 只有白居易是我的知音 然后白居易就是说 石头这东西 无色 无味 又不能吃 对吧 他到底为什么喜欢他 然后白居易讲了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叫狗事武艺 狗事武艺 一个东西 只要它能满足我的心意 对 就是如意 对 它只要如我的意 它就有用 他说有的像一个人 对 直立 对 有的呢 像那个削尖了的 那个那个龟 有的像狮子 哎 有的像这个蛟龙等等 他还关注到这个气氛 就是这个阴风阵阵的时候 你甚至都觉得这个有点恐怖 就里边仿佛这个有鬼一样 那种那种吓人 对吧 但是呢 到了风和日丽的时候 晴天的时候 他又表现的特别妩媚 然后就下雨的时候 他的颜色又会变化 而且他还说了一个动势 他说有的呢 像是在那蹲着 有的呢 像是这个要飞动 一眨眼 他就要动了 他就要飞了 就所以说 就说是这个牛丞相 就是落落寡合 平常不大爱社交 他就喜欢跟太湖石社交 其实我觉得可能 这个太湖石啊 是他自己的个人心向的那种投射 对 你说的对 你像我们那天看文真明的那块石头 就是在刘远啊 那块石头就像一个君子 是吧 他亭亭玉立 那有些商人喜欢的石头 他可能就跟 我觉得可能就会跟这个不太一样 他会选择那种 就是有些指标 就是你有 我有你没有 比方说我吃最大的 我是动最多的 他可能会这样 你像我们朋友要得了块石头 对吧 大家要给他敬酒啊 敬酒说什么 石来运转了 石来运转了 石来运转 那你讲这个特别重要 就我也是在想这个问题 像这个金刚经理就是讲啊 若以色见我 以阴声求我 就示人行邪道 不能见如来 甚至在西方啊 宗教史上也有这么一个阶段 就是这个悔气偶像 就认为这个真神呢 你不能把他当成一个可以固定的 人的这个形象 你那样就把他降低了 他是形而上的 但是 你看你像 这个 这个 这个石头呢 他有一定的含糊性 有一定的这个 多种可能性 对 他其实就在有和无之间 一个非常 非常就是说 绝妙的一种中间状态 他可以随时转换 比方说我们说 这个云像骆驼 这个时候是有了 但是换一个人 他可能就看不到骆驼 这个时候又是无了 他就是啊 给了你一种这个 恍惚性 就是恍兮呼吸 其中有像老子说的特别好 所以我觉得老子这句话 可以作为我们赏识的一个哲学 就他是 他虽然是有像 但那个像啊 他是藏在这个恍兮呼吸当中的 似与不似之间 似与不似 就像中国话 对吧 你太像了呀 你就落了下诚了 你那你 你最好应该让我们一眨眼 你就变个像 一眨眼你就变个像 这个百变万变 所以呢 你也不会审美疲劳 因为你阴晴雨雪的时候 你心情不同的时候 你看他 都呈现出不一样 就是这个太湖石 你看他的形态 千孔百血的是吧 怪里怪气的 他这个本身就是 你很难固定的说他 像狗还是像猫 他其中有像 但是这个像呢 又是难以刻板的 对吧 所以这个里面就有一种 一直在 你叫婉转玲珑 对 婉转玲珑 它虽然是个不动的 对 可是它这个造型本身 似乎给了你一个 无穷的想象力 对 你可以想象的 所以我就觉得 这个就 暗和了 你比如你像 真的像西方讲的 他们把这个世界 就是分成理念 和这个 掩耳鼻舌身的见解 他们把这两个世界呢 是看作是分离的 就是那形而上的 就是形而像的 你不能通过形状 去认识它 对吧 你只能通过思想去 认识它 但是你看中国人啊 不爱把这两个东西分开 中国人就是说 似与不似之间 协议 你要是说 你完全失去了形状 完全失去了物质基础 你未免显得太空了 要延续实际 但你看中国人呢 他就把这种 哲理性的东西啊 和一个形 太湖石 他也给你个形 让你有一个 毕竟有个对象 但是呢 你通过欣赏它 得到的一个启发 就是说 你不要太执着于 你眼睛某一个时刻 看到的东西 因为你可能 每一个不同的时刻 看到的都在变 它像不像一个隐喻 对 它就像是一个 我们认识世界的 一个隐喻 你像这个书法里面啊 经常会 会讲一些书法 道理的时候 它 因为书法是很抽象的 所以它往往是要 联系生活中的 一些现象 来讲一个道理 比方说 我们说这个 运笔如排云 比方说 如脱兔 动如脱兔 对 如那个垂舌 它是一个生命的状态 它是有动感的 我们说 就是说 这样中国人 这样讲活泼泼的 要有生机的 那像我们古代赏识里面 其实也有一些反面例子啊 或者说 我们认为可能格调不高的 像台北武功 经常被评为 这个民间十大国宝的 那个 那个 那个五花肉 那就太像了 对 太着像了 太着像了 太写实了 对啊 因为你封锁了 想象的可能性 封锁 我们只能把它看成一个五花肉 所以它是 你只能说它工艺水平很高 但是在艺术上境界不够 对 它只能算是一个起始 你看 你包括这个中国文人们之间啊 他们互相斗闷的 互相调侃 苏东坡写的字比较肥嘛 黄天坚就说 他写的叫墨珠 那苏东坡就说 黄天坚你那个字 像那个树枝上挂的死蛇 死蛇 死蛇 就没有生命力了 我们就是说 你 我们都不喜欢这种 审美印象的刻板化 那肯定黄天坚 我估计他要辩解 就是说 我这蛇是活的 对吧 说米妇的字啊 是石家蛤蟆体 是吧 就是你看 他们要嘲笑谁 他们就说 你着了像 你的字 就好像看一个人一样 你要一眼被人家看死了 你这个人就很有限了 对吧 咱们喜欢的 这个 比如看一个人 对 这个人身上不可 叫身不可测 胸中有秋鹤 就是好玩 这个人有 让你不断的想探索他的兴趣 你看 看后面 哇 这文哲民的山水那些 那些 对 就是这样 太湖啊 一水两岸 我们待会应该是走山洞 可能见不到董基昌的墓了 董基昌的墓 在这个 在这个山上 鱼洋山 哎呦 好多人喜欢装到这 给我在天池山那找一块地方 就那池子里吧 找块地方 我待会到灵魂洞里面挑一下吧 我对太湖 上一次的记忆 就是20年前 那年是一个 中秋节和国庆节是同一天 上了船 就到这个太湖上 我记得是去一个叫石宫山的岛 石宫山就是西山啊 那就是石宫山 圆月当空 然后我们那个船还被渔网 太湖里是不是好多渔网 它比较浅 然后会绞住 鲁远桨 被渔网绞住了 半天出不来 哎呦 我们在那喝酒啊 哎呦 这是开心啊 一晃 20年 过去了 有一个形容词 是属于太湖的 就是浩渺 对啊 烟波浩渺 就说这里 东南的这个山啊 河水啊 山就平原嘛 它的水很浅 它最深的地方 就三米深 这个江南这个地方 就最适合中国人讲 这个山不再高 水不再深 对 但是它有感觉就那么灵秀 这是第一个岛 哎 洋呢 我看那山坡洋了 东山洋 不想洋了 漂亮吧 远处有那个 那是个小岛吗 小岛 太就是大的意思 大大的湖啊 那个隐隐约约的 就是东山嘛 你看那个小船啊 我看见太湖石了 你说太湖的特点是不是平 对啊 是吧 三万六千寝 就是那文正明就是说嘛 就是凶 凶 谁能凶处三万六千寝 就谁在凶里面能装上 凶寒 是吧 一个太湖 你看那两个岛多好看 你看那个岛多漂亮 哎呀 渔船 帆船啊 你看那个湖边上就有太湖石 这就进到它那个西山岛了 洞庭西山 书里边讲了 真太湖 铲鱼 洞庭西山 就太湖石 哎呀 我们一定要 架业 不叫扁州 你知道吗 叫偏州 偏州 架业偏州 泛州 太湖 现在只能架快艇 是吗 为什么不能开那个小帆船啊 它现在太湖进步 所有的渔船全部上交 对啊 那它旅游也为什么不能有牧船呢 旅游的话 牧船 那个就是第一个它经济性不太差了 速度太慢 一般游客可能也不喜欢 不耐烦哈 对 我就喜欢 哎 真是好多乐趣 给现代化弄没了 洞庭是跟宁屋洞有关 洞庭西山 洞庭西山和洞庭东山 它东山跟西山 其实都叫洞庭山 哦 我懂了 林屋洞 它肯定是说神仙洞府的意思 对 它叫洞庭 对 好多人就把它搞混了 我觉得洞庭就是因为林屋洞 它洞很大 像一个庭一样 那为什么叫巨区林屋呢 巨区是它的古称 哎 王蒙画的一个画叫 是不是叫巨区林屋图啊 那是不是古称 太湖叫巨区 对 它还有一个叫镇泽 太湖 镇泽 巨区 全是它的古城 我给你找 它画巨区林屋呢 画的就是林屋洞了 林屋洞是林屋山下的一个洞 其实是林屋山 哦 它画的就是巨区 就是林屋山呢 对 哎呦 全是画的太湖石 秋天 秋天 哎呦 就是咱们这个时候 昨天是天 黄公望天池石壁图 今天是王蒙的巨区林屋图 对 然后最后还要到尼寨 是吧 原思家再弄个小渔船 原思家吴正就齐了 齐了齐了齐了 我们真是暗图 暗图所记 暗图所记 吴正 吴正写过一首林屋山 写过一首诗的 他说 威威林屋 古林宗 东阁源头 只一重 汉洞晴云 阴洞云 就他的洞很神奇 一会儿有云 一会儿有雨 瑜伽轻敌 道家中 巨区林屋图啊 哇 这个跟我们看到了 完全不一样了 但是太湖石 你刚才画的林水的 都是太湖石 到了 林屋洞 我们林屋洞呢 是属于这个道教圣地 它呢 被称为叫做 天下第九洞天 它的顶是 比较平 所以叫林屋洞 跟屋子似的 就其实很多熔洞 中乳石挂的特别多 就完全跟这儿不一样 这儿也有中乳石 比较少 整个上面 还是以太湖石为主 相对比较平 徐老师 哎呦 好 你看顶上 是不是很平 平啊 其实它的来源的说法 这个林屋洞 哎呦 你看这大石头 你要是这么切下来 把它立起来 就是一个立风啊 就是个立风啊 小心头上 哇 杜老师 我说这个 如果这一大块 弄下来立起来 你说这也不是 四大名石之一了 四大名石了 哇 是吧 这么大一个 这个感觉 我们老师想着 把它弄下来 而且立起来很吓人 这个气势很 而且是壮美 对 太美了 哎呦 你看这个地上 这个也是太户石 我们其实就在 走在太户石里面 咱那脚都走出皮壳了 对 是吧 对 我们就在太户石里面走 我觉得这像是个 储存太户石的仓库 对 你看一块一块的 拿出去都是立风 对 你像不像是谁 皇家仓库 是吧 专门储藏这个太户石的 你们总是还是想把它拉走 哎呦 这是 哎呦 个大太户石 太好了 哇 这像个龙吻一样 这就是海底龙宫啊 这就完全像海底龙宫 它叫龙洞吧 这个地方 是吧 对 龙洞 嗯 对 哎 这还有台阶呢 你看 它找起台阶 你可以躺在这 这仙人椅就是往这一座 你说这个平地着城 那是什么时候开始着的 这个地方 肯定不是平的 它是水泥胶的 这个就是后期肯定改造过 水泥胶的 对 因为它呢 是不是要开发嘛 以前的话里面 溶洞里面呢 都是淤泥 后来开发成景区的时候呢 是需要把路修正一下的 不然走起来没有那么方便 林呢 是双木林 主的是这个太户石呢 如树林一般冒命 叫做历史成林 屋呢 是屋顶的屋 我们抬头看去的话呢 顶屋是如同屋顶的 这里的太户石啊 是我比较喜欢的风格 就它不是那个 那个瘦瘦漏透 是雄魂 对 宇宙洪荒的那种雄魂 太好了 灯红酒绿的 把一个这么荒谷的地方 弄得有点叶总会的感觉了 哎呀哎呀 你们这个光打得可太艳了 天哪 还有 你看这个整个 你看前面这个 它有水冲刷的痕迹 很清晰 它其实就是 一种水对原石的 一种慢慢的腐蚀 卡斯特蒂 你看这个 你看就水的痕迹很明显 这就是水 慢慢把它冲成的 对 你看那里边又有一个洞 不知道通向多远的地方 哦 现在你们这个景区 还要抽水啊 要的 它基本上是 每天都要抽一回 然后像遇到 梅雨季节的时候 一直下雨的时候的 可能一天要两三回的样子 就看情况而定啊 如果不抽会怎么样 会慢上来 就整个水会把它淹了 对 它可能伸得比较慢 但是呢 如果你一直不抽 肯定会慢到顶部 就是它现在 是在太湖水平面的下面 还是上面 在太湖水平面以下 它的整个溶洞呢 是在太湖水位线以下的 一米左右 就是它溶洞在中间 然后周边的是太湖水 然后它的周边太湖水 会流入进来的 咱们现在它真的等于在湖底龙宫啊 对 是吧 是 其实 所有的这些园林 你可以看它水边是怎么叠的 水边如果跟一条线似的 一般都叠的 其实你看自然形态 它有的会挑出来 有的会落下去 它有个层次 它边缘是有层次的 对 娃娃鱼 那边有一条可以看到的 从上面望下来 对 在这靠右边 这个洞你知道 给我的感觉啊 像是一个大泥在里边钻过 你看那个头 像是个大泥一下子 钻出来一个它的容身之地 然后它又退出去了 形成的 像不像一个 对 大娃娃鱼 对 那个造型有点像 造型像不像一个娃娃鱼 鱼头是吧 钻进了这个洞 你看咱们头顶 这个多好看 对 都中如实 哇 这像昆仑山 你看看 哇塞 太绝了吧 这个 现在你这反过来的上帝视野 你说的好 反过来的上帝视野 哇 这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 哇 你看这多好看 这个上面 进去的这个沟壑 像这边的话 可以看一下前方 像这里呢 是有那种垂挂下来的 中如实的 怪不得 还真的就是 垂下来的很长的中如实 这是龙头啊 这就是一条龙啊 这就是上帝的龙爪的感觉 对啊 这就是一条龙 你把它如果倒膜的话 是吧 筑出来 就是完整的 就是一条怪龙啊 看看我们展览一下 这幅世界名画 没有画家能画得出这样的画 哎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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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族石就是要 来这个地方就看到源头 对 这 这个主要 这不是中如石啊 这是太后石啊 你看这个大老龙头 这个老龙头 这个波头痕 这个波头痕 好 这儿还进去了一个洞 哦 我掏进去 啊 咬了我了 哎 你看这儿 我掏进去 哦 哎呀 哦 里边是一个圆洞 哎 啊 这像两个 两个骷髅的眼睛 看 像下 看 看 一刻 啊 哼 不是 这一就是 你说多多多雄劲呢 光一脑袋就磕在这儿了 这边也特别 哎呦 我在高处看 太帅了 哇 这像是什么一样 外星人在地球的聚居地 我觉得是 真的 你听说过有那个地底人的传说吗 听过 地底人 这就是 入口袋北极那个是吧 对对对对 好家伙 真是 娃娃鱼 还油了 还油了 哎呦 拍一下拍一下 再油了 娃娃 哎呦 你看这个鱼 这跟石头在跟它对话 这块石头也像是一个什么 像是个乌龟一样 你看它们在说话 你看这也是一大块太护石 嗯 这像一个水中倒影 你看到没有 水之上的一座山 对 一座昆仑山 水之下 还有一座山 可好像这个中间的这个坡 这是一个上下对称的水中倒影的山一样 看得你心慌你知道吗 哈 这又我又发现一块哎 这一块好太活啊 我的天 这要摆到园林里哎 这好太活啊 而且这多润呢 这个皮壳 哎呀我真想亲你一口啊 我亲爱的 太好了 太好了 这个皱纹啊 这到更越这水准了吧 对 这就是我们的太湖石课堂啊 我们应该经常到这儿来学习 真的 我觉得比上什么美食学院都强 到这儿什么都学会了 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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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喜欢你呀 我好喜欢你 水石是这样的呀 就不是我们在洞里看到那个大蛋子窝 水石就是很多就是岸边的那种 对它就是那个很小的鱼林纹 啪啪啪啪啪很多的 现在他们有人专门玩太湖水石这种 就支架杆 再小一点这种 全满的嘛 有这种很漂亮 鱼林纹 嗯 这个还有叫什么来着 按说那个我觉得应该叫龙林 它更大一片 对 也真有这个说法 龙林石啊什么的 你问一个老外的太湖石美不哪 他可能就没感觉 血液里没这个基因 没有这个文化背景 没有准备 没有准备好 我觉得不是什么文化规训的 而是一种 我们作为一个能量体吧 所以那天老六说 对于巨大的沉默物 嗯 你感到的那种感觉 你也很难说是因为有某种文化交给你 那叫伟大 你才觉得受震撼 就是我们人类呢 它有些感知是全球性的 是共通的 比方说对太阳的崇拜 普世 普世价值 普世的吧 对金子的喜爱 这我觉得这是全人类共通的 就你看见太湖石 嗯 你也许不知道怎么形容它 嗯 但是你不会 没有人会不惊叹 嗯 因为他他很奇特嘛 他也也需要某种翻译 如果西方人能欣赏中国的 这个比如说赏识 太湖石这些文化 他可能之前他看过了亨利摩尔 他通过亨利摩尔的东西 他首先有一个陷入为主 他了解这个东西 通过他的这个东西举一反三 他就通过这一点 看到了这一点 抽象雕塑嘛 老外的视角跟你跟你不一样 你的 你的那个我们对赏识 你就叫名声大川 我要把它带回来 对对对对 我游神游 他不是这个意思 他就是个抽象雕塑 对他来说是个造型语言 就是一个造型 他好不好看 比例好不好 就是个雕塑 对 他没有承载的我 你我们内心的这个东西 太湖石了 古边上太湖石了 不过后面呢 先去这个彩石厂 先去那个花石岗遗迹 谢姑山 谢姑山 太湖七十二峰 他就是其中之一 最高的峰是哪个峰啊 漂秒峰 这个这个是大谢姑 到了 漂秒峰 红楼梦里 红楼梦也是叫石头祭 中国的这个就是石头 孙悟空也在石头 孙悟空也是石头 孙悟空也是石头 石文化 因为是八千年了 这个花石光 这不就是太湖了吗 对 这块我觉得就很好啊 给你们四位嘉宾 说的摸一下啊 等会给你一块 给你一块 好 给我一块 给你一块特殊的 这块为什么特殊呢 这黑太湖不给我 这是黑太湖 这是黑太湖吧 这是黑太湖 黑太湖 黑太湖 好 我要这个黑太湖 你要你要这个 我都给你都给你这样放 放在平常这边 这还小 哎呀 这还巧是吧 过云 这是太湖啊 对太湖石 这就是玉制的太湖石 它有十根的 跟林毕一样有十根的 再这样 谢谢 这边 这边 谢谢 这个有点像苏东坡的秀石 你随时可以从秀里面掏出来 这里是这样的 这个叫小溪沽 原来这些周边全是岛 历史上这里也是开起来石料的 比较整体 一大块一大块 开起来很方便 对 这个采石是从什么年代开始 一直在这里采的 从唐朝就开始吗 对 一直在这里采的 那这里呢 那你说这底下还可以采石 现在要采的话 可以啊 那只能采石料啊 是 采石料 就是没有造成的 形状奇特的没有了 形状奇特呢 除非前几年太湖里面姓幽泥 就在湖底往上找着 有的 哦 但它颜色不好看 有什么颜色的 就是那种发纵青的不好看 就是有的 你觉得是什么颜色 有的时候会戴这种脏 这不是抬痕吗 这土秀 这是芦苇 更很白的 可以吃的很干净的 但这个东西它枯萎的时候 它烂了之后 它有酸性的 哦 然后它就腐出些很厉害很厉害 它会把这个石头弄得很脏很难看 哦 尤其是它那个这种红沙土 红沙土跟它又一搅拌了之后 这种蛮厉害的 像这边石之好的 硬度高的 它到这个石头发白 那就像上面有一层 天山上的雪一样 附在上面 就石基太古雪 太古雪 太古的雪 叫名字好 太古雪 徐老师你看你也是石基太古雪 是吧 太古雪 你像这一块凿下来不也是一块飓风吗 那对那肯定 对吧 它其实它要这个连根起来竖起来 那这个还是有的 也许它就是活的 什么叫活的 活的 这块石头是独立的嘛 独立的 它可以拿出来的 可以取出来了 这说的是徽宗采石厂吗 对 就是最早的第一代 化石港 大小谢古山有记载的 我们小的时候 在十岁左右有记忆的时候 还是能看见奇形怪状的石头的 到高峰期八五八六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就开始炸药 炸药 开始炸药了 炸药的时候就是等于奇形怪状的 已经没有了 炸药的奇形怪状 那它就根本就不看的 也没人要的呀 它直接 当然 对它们来讲也不稀奇了呀 你们小的时候家里不喜欢摆一块太护石什么的 传统是有的 家家人家都会有这个 这个很习惯的 这个骨子里的 这个是赏心欲默欲生俱来的 那咱们这个可以铲铲他们的地皮吗 那可以 家家户户都有两块 那后来就出现行家了呀 来家爱户收户了呀 早产光了咱们能想到的 它就这么一小片吗 还有一片外面 大蟹菇 这是小蟹菇 小蟹菇 还有个大蟹菇 都是采石厂 都是采石厂 他们讲这个本泰湖 就是最核心最正宗的最好的是这里吗 就是西山嘛 这个是以前海洋时代的时候 大量的微生物形成的那个东西 沉积出来的呀 沉积 就像我们海里面那个珊瑚礁一样的 每个区域的珊瑚礁都不一样的嘛 珊瑚它本身也是集权 对对对 沉积的物质不同 沉积物质不一样 所以颜色就会有差别 质地也有差别 宋徽宗更悦的石头 多出于此吧 其实这个地方 它原来表面的就是和昨天 林乌栋那是一样的 我们看的 只是它把那些东西都去掉了 都好看的都割掉了 都掐尖了 都掐尖了 剩下的基地 采蘑菇 采蘑菇采掉 全部上面好看全切走了 对 就是这个概念 采蘑菇全采掉了 你说这原来这上面全是奇风 是吧 对对对 真是 所以我说你先去那边 再看这理解了 理解了 真是理解了 你像这个地方 这个塔的后面 原来也是叫居山 居山比这个还要高了 但是现在山没了 水塘多了一个出来 铲 它地下开采 哦就是 等于把一个历史上 等于历史上 把整个这个山都给开采完了 对 还往地下挖呢 就是这样意思 哎呦真是铲平了 现在还可以往地下开采 现在不允许的 已经停了15年了 国家不允许了 不允许了 不允许了 对它这里石灰也在这里产的 嗯 就是粉刷墙的那个是 就为什么 苏州的房子好 因为它有这个石灰嘛 粉墙粉墙 哎呦 粉墙就是这个石头烧出来的 哎呦 就石灰嘛 烧的石灰 这个太湖石用处太广了 所以它有这个 优质的特点在里面 就粉墙是这么来的 那你说这个东山 产太湖石吗 没有 为什么这么近就没有呢 就溢水这个就没了 到这里了 这怎么这么奇怪 这里就是天木山的鱼脉 哦 东山的地理情况 它事实上 它已经不是天木山了 这边都 这就是鱼脉了 鱼脉 到指甲尖上了 都归在浙江天木山这个系统 这个这里就是木梢神经了 所以你别看那么近 就等于一个那边是吴 这边是月 对 贝壳 你看你看 哇 哎呦 真是 这证明原来是海底了 对 海生物啊 对珊瑚 这应该是珊瑚 是珊瑚吗 嗯 行家叫虫斑 有的太湖石上好像还有贝壳的化石 都是的 摆不动 都是的 你那个是什么了 你看这个 珊瑚 都是的 到处你找人 到处都是的 哎 真是很多螺旋和贝壳的这个痕迹 你看这些地方 我觉得都有贝壳 你看这个 这个能看出来是个贝壳 你看 这儿更清楚 这里 这个白的点 你看这个 这些是贝壳的痕迹 全是 对 这个是海参 海参 海参 有的想看 海参 有的想浴有 对 一个点你看 哎呦 这个蛋子窝 这叫蛋子窝 蛋子窝了 活的 活的 是吧 活的 现在没人看着吗 现在有保安看着的 有保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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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我们平常见也看不到 你要到干旱的时候才能看到 哦 不干旱的时候这都是水了 水了 哦 我们现在 水 我们在水底下来 咱们现在在太湖水平面以下 对 水平面以下 它是有个大坝 有个堤 走 上岛 上岛 有调的 速冰 再出发 咱们再到海参 一些东西 就可以了 也是 一� noir 那是白太湖吗 这就是白太湖了 哇 太漂亮了 真好看 白太湖 像骨头一样 啊 齿风扇很美啊 这个水草可真密啊 卷到丝网了 卷到鱼网了吧 哎呀 我们二十年前来的时候也是卷到鱼网了 对 我听小军说这个 有没有网啊 来看看 后面已经卷到鱼网了 为什么总卷到鱼网啊 渔民放下去的呀 每天都有人下网的呀 他傍晚他有来收网的 哦 你看他也卷了 哎 我真是每次来太湖都卷到鱼网啊 哎呦 每艘船都被鱼网绞上了 哎呀 我这个二十年前的回忆全写回 也是 我们在这儿 是晚上 我们从石宫山上下了 晚上给绞住了 绞住弄到半夜 然后那个他那个开船的就是说 哎 你们还高兴 说这半夜待会有风浪 很危险的 他使劲在那扯扯扯 弄了几个小时 是不是你哥哥 啊 那你哥哥对你吗 好的 那没办法 我们一起出来的 总归谁有事 总归要一起 三老年了 三老年了 对 三老年了 为什么有句老话叫在外靠朋友 你就算一个很远的地方在来 你突然露一句三老年了 他马上就给你亲戚了 说不定你很熟啊 你们是住在哪个岛上的 三山岛 好 这船又给渔王堵住了 咱们20年前也是船给渔王塞住了 哎呀 好难弄啊 这个水真是绿油油啊 真是这个水里好多油啊 所以它水生物特别丰富呀 这水有机物质太丰富了 这是一个肥水呀 好 摆脱了 都摆脱了吧 哎呀 我们现在是透往金临呢 脱网而出 哇 群鸟出动啊 欢迎我们 哦 三山岛 三山岛 同来三山岛 好好好 当然要上三山岛了 这是太湖最主要的岛吧 对 哇 这太牛了 这是宋代的 我觉得这是 你说那个像宋慧宗那像龙石 对对对对对 我们在太湖看进了太湖石 这没有经过人鸟的呀 这没有经过人鸟的呀 完全自然的形态 好难得啊 好难得啊 熊壮 我 我 我就喜欢这种 太有张力了 好难得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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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子 哦呦 这个声音 这声音 哇 看到了这个声音 刻的也漂亮 清清爽爽 简简单单的 好看 这里有个天井 然后这个飘盐出来 这雕花很好看 这雕花很清爽 两重山坡 哎 讲究 你看这个水 水都雕出来了 你看这个小船多可爱 它是不完全的井 下一个船的船头冒出来 乾隆二年的 乾隆二年的吧 怪不得它有康熙时期的 还有点疑风 对 很有味道 你看这个 气象比较大的 这个气象 它是这个枝质型 枝质型 而且它这个透视关系 有意思吧 这是这个石头堆的 对 石头 这是我看到的最好看的一个 这很有意境 你看这个竹子有点啄啄的 以前园林里面最高级的就是船方 你看这个人 胳膊在这搭在外边 这个线条多可爱 是不是你看 还有这个呢 这是线 它这个就像我们刚才那种太湖的水波 你看太湖石 这是乾隆二年的 怪不得 我觉得怎么这么好看 你看这个多可爱 这俩人 它这个坡就是这儿的山 山上的那种山啊 就刚才我们看的那种山 这个这个雕子相当好啊 你看这里多可爱 你看窗花 对 墙的窗口 芭蕉 你看 它就下边往外咧 像嘴唇一样的 有点碗口线啊 对了 这个碗口线 你看 你看这个反着 这芭蕉的背面 清清楚楚 是吧 这非常分明 你看这个花的这个折叠 花叶的折叠 这俩小人尤其可爱 歇山 这个这个砖雕好 哎呀 那个太湖石漂亮啊 漂亮啊 嗯 对 这块太湖石 这是从人的视角 是从哪看的 从鸟的视角 从鸟的视角 对 让你看到墙里边去了 我们如果低的看的话 这个门会挡住树 对 树会挡住后面 如果从高空看 它所有东西都在让 互相在谦让 对对对 让它所有东西都能看到 就一览无余了 你看这个视角 你看到里边的墙的这个窗 墙开的这个窗 对 而且它很巧妙 很巧妙 这个街霸它当太阳 你看到吗 啊 这个当太阳 或者月亮 是吧 天生利用它的这个 挺巧的 而且你在看这个 这有意思 你看它这种 像宋画里那种鸟儿倒着 对吧 它 这不像是一般 这个拥手所为啊 我觉得 你像这种 多生动啊 它也没有很拘泥于细节 对 大刀扩斧呢 两刀 三刀花 就把这个玉兰弄出来了 你看它大雁 这个这种构图 多现代啊 是吧 这就是很抽象 是吧 板画风格 是吗 你看它这个线条 对 多利落 啪一下 就像你说的 不犹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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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刀 是吧 卡 对对对 这个就是很明显的 对吧 不犹豫 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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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刀 而且而且这个盐 你看嘛 所以它那个雕工的人 它非常有素 这相当精致 这个 是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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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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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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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扬啊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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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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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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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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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